在我们的心里,总是存在着一个误区,那就是产后如果今期没有到来的话,那么都属于是安全期,即便是不采用避孕方式,也不会有什么问题,如果你的心里抱有这种想法,那么要赶快停止了,因为产后即便是今期没有来,也会有怀孕的可能,为了产后妈妈的子宫健康, 同时也为了宝宝的哺乳能够顺利进行,产后避孕是在避行,提起避孕,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服用避孕药,或者是采用在安全期避孕的方式了,不过,很遗憾,这两种条件的方式,并不适合产后妈妈使用,如果服用避孕药的话,不只是对于妈妈的身体有影响,药物还会通过鼠枝,让宝宝吸收, 因此,这种方式对于妈妈和宝宝的健康都有影响,而产后妈妈的身体恢复,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,在这段时间里,月经到来的时间并不是很准确,这个时期的安全期其实并不安全,所以,产后妈妈是不能采用这种方式避孕的,那么什么避孕方式才最适合产后使用呢? 其实,这五种方式都不错,一,使用避孕套,在所有的避孕方式中,影响最小的避孕方式,莫获于让老公使用避孕套了,这种方式对于产后妈妈来说,方法简单,而且安全性还比较高,因此,很适合在产后使用,二,尽管结扎手术, 对于已经生完二胎的家庭,如果已经没有了再要宝宝的打算,那么就可以让老公进行输精管的结扎手术,这种方式基本上已经可以算作是一样容易了 三,使用子宫帽 子宫帽,顾名思义就是给子宫颈戴上个帽子,这样就可以防止精子进入到子宫里,从而达到避孕的效果 四,使用避孕末,对于女性来说,有一种外用的薄膜可以进行避孕,这种外用的药物不会影响到妈妈乳汁的分泌,也不会影响到宝宝的健康,因此,也是产后妈妈避孕的一种不错的选择 五,书门管解扎手术,这种方式主要是针对已经不打算再要宝宝的家庭,她可以在偷妇产手术的同时进行,也可以在顺产后进行 不过如果夫妻二人关于今后要不要再生孩子这个问题还有争议的话,那么还是不建议选择这种方式的 产后妈妈的身体,尤其是子宫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来恢复 因此,做好避孕不只是为了能够顺利不如,更是为了妈妈身体的健康着想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